两岸一定忘记关键2018 最近生活中的这些小事 包括动不动就停电 公车倒战及时系统停用 却是为了省电 以及中油炼油厂一周两爆 这个小状况反映出大危机 供电不稳成了台湾的日常 也逼得蔡政府不得不重启核电 但又说2025非核家园不变 所以是诈骗还是嘴硬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员黄敬平 大家好 前国务党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唐慧玲 大家晚安 国政基金会顾问游淑慧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以及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台湾的电脑 已经捉襟见轴了 因为从这一闲串的小状况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两天吧 2月4号前两天 在新北市的永和地区 有3000多户停电 大概一个小时 好 那么在昨天呢 台北市的信义区 湖心街也有一万户停电 那么除此之外呢 很多人也发现 这两天的这个台北等公车 APP为什么不能用 为什么挂了呢 那么公告的理由是 台电的电力系统异常 导致没有办法 预估公车到站的时间 那么换句话说呢 也是因为暂时停用 因为为了要省电 好 那么台湾的电不够 台电又生不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那么政府说话了 要重启核二厂二号机 那么预估呢 在三月就可以满载发电 那么发多少电呢 98.5万千瓦 算一算大概占了 倍转容量率的3%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核能燃料 大家来讲说现在呢 已经第一步启用了 是核额的部分 但问题是呢 是不是真的要重启核能 目前呢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还没有松口 但是呢他们强调 那么天然气 燃气的话 的污染会比燃煤来得低很多 好 所以鼓励用天然气发电 但是呢我们看到问题也来了 就在前不久 而且才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1月29号的时候 你记得当时呢 这个爆炸声响 把大家都吓坏了 以为是恐怖攻击 中油桃源炼油厂的锅炉起火气爆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昨天而已 这是南台湾 中油的高雄陵园厂 突然这个洗底塔 冒出了熊熊大火 好 所以你说呢 这个天然气呢 当然包括了在这个储存 还有运输来讲的难度都很高 而且成本也相对高 我们看到这个亚洲天然气的价格大涨 好 那么另外来讲呢 以这个安全容量来说 天然气大约是7到12天 核能燃料可以维持18个月 好 这是目前呢 台湾现在已经走入面临窘境的 这个台湾的供电状况 所以这个静平我们看到 连这么小小的地方都要省 可见台湾已经走投无路了吗 绕了一圈啊 只能说证明 现在蔡英文政府 他们用爱发电是假的 然后呢 用老百姓的肺部发电 是害死人的 而且是害死人 不偿命的 那结果绕了一圈 还是要用核能 那请问你 拥抱核能的这个废核神主牌 你们可不可以废了 这个是大家多数人的疑问 是不是有一种双重标准 今天看到现在连台湾的冬天 缺电也变成一种事实 除了刚刚千伟你跟我们介绍了 台北市区 还有中和地区 新北市一些市区 都开始成为有可能限电 用电拉警报的这样的一个窘境 当然最近寒流来 很多家家户户开始会开一些暖气 然后空调也打开了等等 都在在说明了台湾的这个用电的方向 政府每次都是左支右支的桌金剑轴 不要说夏天 连冬天都出现了这个状况 当然有人解读为这一次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因为蔡英文政府跟赖清德 要提前拆除今年年底的这个选举 大选的一个政治隐姓这样的一个微报弹 能够找出你就找出你 那我就要讲了 赖清德还真是神 去年11月就开始预估 已经铺铺铺那么久 铺到现在已经两三个月 就说最后一个选项 就是这个重启了这个核能电厂 所以今天其实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昨天台电正式向原能会提出申请 重启核电竟然是从赖清德的老家出发 新北市万里地区 从万里的这个核能二厂的这个二号机 它重启它的一个核号机的 税修之后的一个机组 这个核号机机组税修完了之后呢 你看到行政院发言人 这个徐国庸怎么讲 台电都是按照这个程序 跟原能会许出申请 原能会已经跟行政院报告 都是按照程序来进行 那到时候原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台电呢 要交由专业的判断 然后到时候由台电跟原能会 还有原能会向国会去报告说明 有点把球踢回去给这个台电跟原能会 可是你看看昨天新闻出来的时候 原能会是把球踢回去给行政院 而且在赖清德前任格魁 林全时代 林全当时还在讲 说这个重启核 他们想都不会想 那现在被打脸了 而且也被人家讲说 你这个不是已经在走到这个拥合了 那你还凭什么资格谈备合 要不要问林一雄出来 要不要赞成你 结果他现在又否认 所以一手呢 你重启核电赏 一手说 2025年这个非核家园目标不变 我真搞不懂 哪一个是赖清德跟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政府 哪一个又是对人民满口谎言 事实上他根本就是在做 重启核能的一个做法 那你就告诉大家 核能是捷径电源 政府要开始用核能了嘛 好 但是呢 目前摆在眼前迫切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供电 感觉上一天比一天还不稳啊 我们这整个电力系统 是不是每天都在走钢索 比如说嘛 你动不动就要停电 台湾又不是第三世界的国家 这很奇怪啊 越方委员 说他这次不得用这个 核二厂的这个第二个基础 为什么让他复活 就是因为真的是供电不稳定嘛 冬天缺电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 你说夏天因为大家用冷气 冬天也跟着缺电了 那用暖气也是这几天的事啊 然后明镜是最会选举的 你看蔡英文多久前就开始讲 要准备今年的选举了 去年就开始讲了 所以他在一切都为了选举 一切都为选举而服务 那他为选举他知道今年 他们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电力不稳定 供电不稳定的问题 很多的中小企业 大企业都非常的反感 过来就是污染嘛 对 你看多少人得到这个肺腺癌 那现在随着你的这个 大量的去进行蓝美发电 那未来我告诉你肺腺癌的人数 真的会变得非常非常多 现在已经是矮症的第一名了 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周遭的人 不是朋友亲戚 就是朋友亲戚的家里人 我讲一件事 昨天我在这里上这个中天的节目 我下去就有一位女士 三十几岁的女士 你们都认得她我就不讲 她来跟我说谢谢 我忘了什么 说你谢谢我什么 她我先生你帮她很大吗 我说我真的忘了 你再说一下 她说她就是肺腺癌 你帮我找了一个 龙总一个最好的医生 帮她动个刀 现在几年过去 她非常稳定 我说她很棒啊 我也很高兴 可是她一走 我心就往下撑 肺腺癌 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她三十来的时候 她先生大概也是三十来岁 我是没见过 好多 我很多的朋友 他或者他们家里人 有我最近一个长辈 也是六十七岁 也是肺腺癌过世 对啊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 民进党知道 得肺腺癌越来越多 而且空气的污染 不要讲肺腺癌 它的害处是全面性的 人家说白内脏也会增加 也可能让你的血压 心脏什么都不好啊这样 所以来本会开始去想一件事 那你核二厂的这个二号机 可以再让它重新启用 那核四为什么不能用 核四是用比较老的机数 比较老的科技 去研发出来了 核四是用最新的科技研发出来了 核二可以用 核四不能用 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吗 你说出一个道理给大家听听看 然后你现在你竟然反而要反到底啊 啊现在为了讨好日本人 说核在地区的食品也可以进来 按到日本去 核在地区会不会食品的 摆在超级市场的 最不显眼的地方 而且呢 常常都一大堆在那里 还卖都卖不出去的人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民进党政府 让南敏非常反感 所以他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二号机啊 免得我烧美又烧了太多 你知道看一件事林家荣 林家荣本来想说两年前 他躺着都会当选啊 不要只要找一个西瓜 找一个地瓜旗都会当选啊 在台中 现在呢 他天天在跑 他现在已经不得安眠啊 他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那么容易选的啦 他跟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是卢静还是江启臣 那个差距都在个位数 而且很小的个位数之间 所以这个我们就弄清楚 为什么他前置要把台中的 弗力发电厂 九座的南美发电的展员 的这样一个申请把他驳回 他知道他该死了嘛 他知道他惨了嘛 你们这些致死反核的人 那现在就是烧煤炭嘛 来害这些人嘛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赶快要那个 还叫李英远 搬那个第一名给他 改善空气污染 搬第一名给他 所以如果看来说 民进党做这个动作 完全就是为了政治 为了选举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2025 你再离现在有多远吗 七八年而已 七年多而已 很快就到了 一转眼就到了 你真认为再生的农能源 绿电可以到20% 到我们的发电总量的20% 有可能吗 不可能 彭博社说你最多是9.5% 人家很客观的估计 然后你说你可以到20% 你是骗谁啊 所以民进党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到2025年算总账 2025年前两年 前三年前四年 百姓就知道 你这个吹牛的政党 诈骗集团 你已经没有办法 达成你的目标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选举 就是要开始给民进党 一个教训 好 接合二号机运转 打算要运转之后 在今天有人问赖魁说 那么合一一号 是不是也要启用 不过他说没有这个打算 可是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不得不的选项了 因为蔡政府 他必须要转向 替代能源还没有到位 那你就只能先重启核能 是这样吗 核二厂二号机要启用 因为他知道今年非常严峻 你除了那些厨艺的 你现在新建的 你根本赶不上那个 补不上那个缺口 然后现在又一大堆燃煤电厂 因为要这个降载什么的 所以他现在情况 当然是很紧张 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说什么 赖清德说的话 让我非常想给他一巴掌 他说 因为电业法已经通过了 所以核一核二核三一定要如期除异 绝对不可能延绎 因此2025年非核家园的目标 一定能如期达标 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话 没有错 核一核二核三 它的确有这个使用期限 就40年 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 的确核三厂就已经到了它的法定期限值 那问题是说 那法定期限值跟全国的电够不够用 是两码子是吗 你怎么可以说是因为 这三座核电厂 都到了2025年就要除异 然后你就要在电业法里面 强加规定 你也不管那个时候 全台湾的供电跟用电 能不能够达到平衡 这个是非常非常民粹而可恶的做法 我今天想要请问民进党一个问题 既然你要在电业法里面 限定2025年是非核家园的期限 你为什么不加一个弹书呢 你为什么没有一个配套呢 你为什么不是在电业法里面说 如果今天2025年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可以达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和电厂如其除异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哪有说你在一个象牙塔里面 用响的 然后国内外的专家 全部都把你的脸打得噼里啪啦响 没有一个国内外专家 就是对能源熟悉的专家 那些御用学者就不算了 那些专门会帮民进党擦屁股 反正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说一套话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又说一套话 那种学者我们不列入考量 凡是前后标准一致的学者 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 再生能源的用电量到2025年 可以取代核能发电的20% 那更不要说如果核一再加到核四的话 其实可以发出全国总用电量的24% 千惠我跟你讲 全世界没有国家像台湾这样恶整 你唯一唯一能举出一个例子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德国啊 但是所有包括国外的牛津大学的研究机构 都说什么呢 都说德国的能源转型 是它的一场豪赌啊 因为它光一年之间 就可以烧掉一兆欧元啊 台湾可以付得出这样的代价吗 德国为了非核 它也是大量的初超转成入超 你知道吗 它本来有更多的初超 就是因为它的非核政策 它要进口更多的能源 而且德国有个非常恐怖的后果是什么 这个后果就是 大量的穷人 20万的穷人用不起电 而这些大量的穷人 要去支应那些有古堡 有猎场 然后他们可以在屋顶铺上太阳能发电 这些有钱人 穷人要去缴税来支应这些富人 用太阳能发了电 这世界上有公道吗 这是逆向罗宾汉的做法吗 就是截平继父嘛 那我们今天台湾 我们又没有这样的条件去截平继父 所以我觉得这些政客 真的是让人家看清楚了 就是说你们就是 选前喊喊口号 反正骗选票 反正你国民党做的一切 我都要反 反到我政权拿到为止 那至于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的死活 你自己去负责嘛 就像M503一样啊 台商回不来 台商回不来 你们家的事情嘛 反正你的票也不是我的 对 而且我顺着会赢的话 那是不是这样讲 反正2025到时候有可能换人执政了 就算非核家园跳票了 其实也是别人的事 没错 过去大家常常说 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 是他的理念 一个叫做台独 一个叫做非核家园 可是从这几年看起来 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理念 这只是他选举的工具 有票的时候 就把这个牌子举起来亮一亮 没票的时候 他就可以马上变换态度 比如说台独党刚写得很清楚了 民进党是要追求建立新的国家 叫做台湾共和国 制定新的宪法 结果现在赖金德发现 不符合人民期待 也做不到 他就改口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建国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同样非核家园也是 民进党把核能一一的停机以后 产生的供电缺口 现在他开始又变换他的态度了 不管是重启核二 或者是去年 他就其实陆续已经开始重启 核一厂的二号机 跟核二厂的三号机 所以这不是第一步 当然身为一个一般人民 我很乐见民进党 他对于错误政策的 重新的更正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来说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对于台湾的企业也好 对于民生供电也好 付出的代价真的都太大了 好 那么对蔡总来讲呢 当然一直在说这个煤 一直烧 燃煤的话呢 就是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燃气好 好 就是天然气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天然气有问题 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星期两爆 这个还得了 对不对 那么储存上面呢 确实有些难度上 还有在这个成本上面 对我们来讲 这个也不是握在我们手上 这个价格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看到这个天然气的价格是大涨的 好 所以整个这样分析下来 你要用天然气发电 汉停看来这个天然气 也不是多么的靠谱嘛 对台湾来讲 先前有学的经过估算 就是为了要达到民进党 2025年的非核家园 那我们不用便宜的核呢 我们去用贵的绿能 跟贵的天然气 一家三口 平均三年下来 每一个家庭要多花一百万 而且还不包含是整体国家 还必须额外要花出几千亿 要去花来这些钱 而这些钱呢 是烧完之后就没有的 它换不回来什么民生的福利 也换不回什么基础建设 纯粹就是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好 那么在整个能源问题上 其实民进党一直刷新我们的三观 三观这个词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原本以为呢 民进党已经是 执政者能力的底线啦 但没想到呢 它可以不断地突破 不要脸的界限 当然我不是骂民进党 我是说民进党很优秀 民进党很清廉 从过去来呢 说这个用爱发电 甚至说呢 核四停建 台湾也不会缺电 或者说台湾缺电 都是台电在骗 结果核四停了 让台湾陷入缺电的风险 哇 我前面讲的都有压运 那么我们真的 不要去批评民进党犯蠢事 因为民进党犯的蠢事呢 也不只有这一桩 那我们呢 也不要去责怪民进党 为什么自打脸 因为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当初要这么做 那民进党优秀在哪里呢 民进党他其实是一个 没有未来的政党 不是 我就说他是一个 看不到未来的政党 什么呢 就是民进党他在2013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上 那跟那个民进党 他推出一个叫 核四公投小常识的脸书 但很神奇的哦 这篇脸书在民进党 目前粉丝专已经找不到了哦 他当时说啊 根据2013年 我们的倍转容量还有20% 所以呢核四停建 核一二三慢慢的除疫 都没关系 台湾不会缺电 那他就看不到 台湾未来的状况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工业跟民生的用电 他会持续的往上走 而电厂会陆续的除疫 所以他看不到 这未来的趋势 当然也看不到 因为停建了核四之后 你就不需要燃煤 燃煤就会增加空气的污染 所以这些未来呢 他是看不到的 再加上冬天 本来很多的机组就在维修 那民进党忽略了这些因素 以为2013年的用电 就能够发发发发到2018年 这很明显是拿清朝 明朝的剑要去斩清朝的官 那我们说民进党呢 是看不到未来 那但是呢 像朱立伦同志 他在能源问题上的首次发言 就首次发出声音 就没有未来 叫初音未来 怎么说呢 就是他让他利用行政的措施 阻挡了整个合一厂的 干组的这个城市 干组厂的启用 其实对于台湾用电的缺陷 也是必须要负担一定的责任 因为其实在科学上来说 是非常安全的 好 那最后我要讲啦 停电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外面有很多的路人啊 你一停电就黑灯瞎火 就黑了啥也看不到啦 这就叫路人转黑 所以很多人对民进党 会抱持这个很多批评的态度 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 民进党能够悬崖勒马 迷途知返 俗话说得好 就是知过能改 还是傻蛋 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就一直散播谣言 这个核废料放在哪里 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归此 我告诉你 整个台湾地区 包括里岛 就有放核废料的地方 就有那种地质坚固的盐盘 你一旦放下去以后 你需要的考量的 不是它安不安全的问题 而是会不会造成浪费的问题 那 但现在全台湾碰到了 这个供电问题 怎么办呢 紧握在手上 这一块反核神主牌 也必须要退嫁了 同时现在 你有你当家做主 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我们看到了 行政院长赖清德 这一次就已经拍板 要重启核二号机 但是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 却坚持非核家园的时间点 是在2025年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包括了其实呢 这是在绿营的部分 但是在兰茵这边呢 新北市长朱立伦 事实上他一向坚持的 就是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所以呢 2015年的时候 他已经提到了 核一核不能研议 走向非核家园 非核家园是一定的 那么时隔一年 他说新北市 绝对不能成为核废料处置厂 换句话说 核废料不要放我家 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 我们就没有资格使用核电 那么即使到了今年 他也说了 这个安全性 还有厨艺之后的核废 去处是暂存的 就必须要有明确的 核废料的迁移时程 那么还是重点在于 这个核废料 但是呢 问题是你高喊 废核家园的同时 你有没有想到 目前以台湾的 这个供电系统来说呢 可能吃人说梦 可能真的是办不到 包括呢 在当年2013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前行政养孙昌 参加了废核大游行 那么他也组成了 这个反核三万大军 包括在2014年的时候呢 在供辽走春的时候 一样宣誓高举 非核家园的大旗 那么包括2014年的时候呢 当时林毅雄的 反核进食呢 他也是签名力挺的 好 那么另外呢 包括了同样的是 要参选这个新北市的 仇友宜呢 他一样的立场 跟朱立伦是相同的 他认为呢 要求严格把关 核废料最终储存地点 好 那么所以你看到呢 那么当然当家做主的人呢 现在不得不面对现实 那么其他的政治人物呢 还没清醒吗 我不知道 静平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大家 还可以在这边唱高调 或者是在讲一些 非核愿景吗 可是台湾眼前的问题 就这么处境堪虑了 政治人物 你站在你那个 事切的位置上 你一定要制定对台湾 对整体国家来说 最有用的这个包括战略 包括这个能源的策略 以民进党政府来说 他们执政以来 他的能源策略荒腔走板 你说要在这个2025年 现在徐国勇说这个 2025年的时程 非核家园的这个规划不变 那也就是说 民进党执政以来 他一直希望说 把这个现在占比 大概只有4.5%的这个再生能源 他希望能够提高到20% 一下要多16% 所以你之前看到 这个赖清德在行政院会议 或者怎么样 太阳能 屋顶要装太阳能板 鼓励怎么样来补助你 用太阳能板等等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这个再生能源 其中一个环节 一个项目之一 好 你又说需要把这个蓝煤的 这个发电量占比 降到30% 把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发电量 提高到这个50% 可是你想想看 你要在2025年 刚刚林一帆委员帮大家算了 剩下七八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 能够在短短七八年之内 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你的这个企图是很难很难的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再生能源的这个占比 从4.5% 现在要提升到20% 所以你又觉得说 他们有没有在天方夜谭 还是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在野的时候是说一套 反正我就跟反核团体站在一起 他们常常自己反自己 如同你刚刚带我们看到 这2013年到2014年 不管是反核大游行 反核进食 看了他们反现在的 他们准备拥合 他们过去的 他们反现在的自己 去年年底 我们也看到啊 明明他们是自己制造空污的 结果也看到他们的首长 他们的这些 不管县市场 甚至候选人 参选人 下次今年年底要选县市场 也都一起参加这个 反空污大游行 对不对 很好笑啊 空污也是他们造成的啊 然后民意高涨之后呢 民怨背腾了 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你要降载 这个高雄市也来 新达发电厂 你也要降载 不行 这个民间的卖聊发电厂 你也要降载 运龄县也看 每个地方政府都说 开始大家都要比降载 一个降载到百分之二十 一个降载到百分之二十几 结果这样子 三个民间的电厂 跟台中火力发电厂 等等这三个电厂 发电量降载下来 你知道吗 他们一年就短少了 178亿度的发电量 你知道 现在今年一月 这是台电自己统计的 我们今年一月的 这个每天的顺时 尖峰负载量 是三千万千瓦 去年夏天的话 每天顺时的这个尖峰 高峰的这个负载量 是三千六百万千瓦 其实中间只差距六百万 那你如果今天 经济部长沈农金 他之前才跟 这个行政院长 赖金特报告 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 发电的这个窘境 还有可能缺电的危机 希望能够增加什么 增加天然气的排放上限 还有增加放宽 蓝煤的这个 它的一个额度 因为蓝煤的这个 就我刚讲那几个电厂 它都被要求减少 它的这个深煤 它的一个排放的这个燃烧量 那你现在 你又要马而肥 又要马而不吃草 那你又要偷的 这样的一个放宽 你的蓝煤跟这个天然气 发电的上限 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桃园 观音的这个大潭 天然气的这个 观塘这个园区 它的这个最大的 靠称亚洲最大的 也是我们这个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你现在新建的这个进度 你又受到阻碍 那边我们那边的 还团也在抗议 而且你当初中游 答应了说 你要迁离开 原来一段的这个位置 还有你的管线的这个管路 你跟桃园市政府讲好 你现在中游又翻案 所以整整 就牵涉到台电中游 好几方之间 我不相信你那个进度 可以顺利下去 你现在你告诉我 你要增加天然气的排放量 你觉得 我觉得是原木求鱼 没错 那我们可以说 民进党这一次 是见风转舵之必要 那么不管怎么讲 赖清德当家做主了 他就是等于 已经认清现实了 可是呢 我们看到行政院呢 还在坚持说 2025非和家园 这个时间点时程 是完全不变的 所以预方委员 这个是诈骗 还是在嘴硬啊 当然是诈骗了 这非常清楚了 那个昨天我们跟 民进党的一位立法委员上节目 我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 2025年 可不可以做到非和家园 我说你讲哦 像大家都在听哦 我们把他列入记录哦 他说这个很难做到 又不涨电价 电力又要充分 然后呢 又这个 要把这个核电厂的电又不用 那你怎么会够呢 不可能是嘛 你现在还有回合可以撑啊 以后这回合都退了以后 你怎么去补啊 你知道这个蔡英文是很会吹的 她说2016年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成长了21.2% 过来呢 2017年呢 要成长30%吗 过来吗 40%吗 不可能啊 因为再生能源 你说不要讲什么了 你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土地的面积吗 你说风力发电 有一定的地区 而且风力发电 当地居民很多也是在反对的 再过来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板底下的土地 被你用了几年以后 就变成一个死地 死掉的地 里面蚯蚓什么都没有 那叫废土 因为连种菜都不都种了 所以你太阳能板 这样的一个板 也可能全台湾到处都放吗 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的再生能源的比例 你成长的那个速度 会越来越慢 那你最后你会发现 原来20% 2025年 可以达到20%的再生能源 这根本就是谎言嘛 他们知道做不到 但现在如果说 对不起 我们以前错了 我们来给你道歉 那年底还能选吗 那我求你 那这样子台中市的现在市长 还选得下去吗 你的党证明是个诈骗集团的时候 你还选得下去吗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打死也不能讲 反正他还可以尽量撑 我就撑到2025年 看会不会奇迹出现 所以蔡英文讲 跟台电说 只要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 钱不是问题 他在讲什么 要用干净的煤来发电 干净的煤发电 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已经的 美国Mississippi做的Camper County 他们的那个南方电力公司 在那边设了一个厂 本来说要花多少钱 大概花差不多40亿的样子 结果花到75亿美金 要用那个煤发电 然后要把二氧化碳给抓 捕捉回来 然后把它储藏 失败了嘛 他现在用什么发电 还是叫做Camper 这家发电厂 用天然气发电 白白花了75亿 这个是对美国来讲 是个最大的一次的实验 希望煤炭的发电 是个干净的一个过程 就证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如果美国做不到 蔡英文你做得到吗 你要怎么做 你告诉我嘛 所以没有干净的煤这回事 所有的煤都是脏的 煤都是要创造空气污染 然后PM2.5会增加很多 非线来的人会直线上升 就这样而已 如果说干净的煤做不到 2025非核加原办不到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蓝营的政治人物 包括朱立伦 包括侯友宜 对 还没有醒 而且当然刚刚静平提到 他们是地方父母官 但是一旦 如果今天他们也站在中央的高度 难不成也是这样喊一喊就可以了吗 核废料不要放我家 用嘴巴治国就行了吗 惠玲 这个东西 所以我必须讲 这个东西就是要理性 用科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 今天我必须很遗憾地讲 蓝营的一些从政的人 他们往往是怎么样 往往是因为他嘴巴 他没有办法把道理明确地 跟老百姓讲述说 为什么我要支持什么 或者为什么我不支持什么 当他没有能力 去把事情讲清楚的时候 他就会盲目地跟风 因为跟风怎么样 跟风是最安全的 因为马执政的时期 你无从检验 你无从检验 就是说没有核电 或者说像现在 核一一号机二号机不用 或是核二一号机不用 这些种种带来的后果 在马政府时期 是没有办法显现的 所以他们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 你民进党喊飞河 我就跟着你嘛 因为那个时候 民进党已经鼓 鼓造出一股飞河的风潮 虽然全部都是用民粹 用假数据在骗老百姓 但是蓝营的政治人物 这样跟风 对他 尤其他是一个地方执政人物来讲 是最安全的 那侯友宜讲的话 我不觉得完全错 要求严格把关专案报告 跟核废料最终的储存地点 本来就是 今天谁执政 你都要告诉我 今天你用核电厂安不安全 你的核废料最终储存在什么地方 这个当然是要跟老百姓交代 但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对不起 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就一直散播谣言说 哎呀 这个核废料放在哪里 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鬼扯 我告诉你 整个台湾地区 包括里岛 就有放核废料的地方 就有那种地质坚固的盐盘 你一旦放下去以后 你需要的考量的 不是它安不安全的问题 而是会不会造成浪费的问题 我讲过了 现在全世界最新的核能科技 它可以把这些核燃料棒的利用率 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六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利用率 只有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核燃料棒 你一旦把它永久封存下去以后 其实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因为它本来还可以 开发出更多的这个又能发电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很好啊 就让民进党去面对啊 你自己要喊非核啊 你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安全储存 我再跟大家讲了 所有的人为的这个核 人为接受 我们天然的不算 就是我们每天在自然环境 也会接受到一些 这个天然的辐射 但是大部分的人为辐射来自什么呢 来自核电厂吗 错了 来自医院 来自所有你接受的那些 X光的照射 放射线的照射 全部都是来自那些东西 而且我跟大家讲 因为所有的核电厂 都是放在地质坚固的盐盘上 所以今天一旦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核电厂的安全度 比所有的天然气储存槽 都要安全的多 好 不过从这个数字来看到 我们来看看 这个民进党给我们的数字 比如说他从这个能源政策来讲 其实看到后来你会发现说 他从来没有说 这个电力的备展容量需要多少 才能够撑起整个台湾岛 所以汉婷 我目前看到就是 整个的替代能源 包括绿电上 通通也都接不上嘛 那你说台湾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核电还是放着不用的话 目前停止的是 核一厂的一号机 有0.6GW 然后这一次启用的是 核二厂的二号机 是0.9GW 那还有核四 是整个是2.7GW 所有核起来 如同惠林姐刚刚所说的 是整个台湾发电的四分之一 而且如果全部都补充齐了 去年的815大停电 就完全不会发生 那样子的一个备载容量 才是够的 那么我们发现了 这个朱立伦所说的这些话 其实就是因为还不清楚 在科学上其实早就已经说过了 这整个核能的储存 储存的这个厂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蓝营就常常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是什么呢 就常常被绿营的人牵着鼻子走 那其实民众 其实真的也很难一一去辨认说 核能到底好或不好 或各个议题怎么样 需要看的是政治人物的态度 所以这个时候 若朱立伦早些年 他就开始讲说 核能是安全的 经过我们的检验全部安全放心 我们就是坚决反对民进党脑残势的反核 好了 那大家就会支持啊 好 而且说真的 在现在哦 这些深澳地区的老百姓哦 其实是支持燃煤发电的 但是呢 反而是新北市政府当时傻眼 原来老百姓都支持发电啊 那我们当初反对 这好像有点奇怪耶 好 这就说明了 那不仅仅是在核能这个议题 在很多的议题上都会这个样子 就是你自以为要往中庸的道路走 但其实你只是被牵着鼻子走 然后一步一步跟着民进党的脚步 好 那不只是在核能议题上 比如说先前那样M503 又说啊 你看大陆在打压 这个非安有危险啊 好 那蓝营的人最后就怎么样呢 走到中庸就说 对啦 好像非安也有点危险啊 只是民进党很蠢 那这个偏就不需要了 太多的问题上 其实人们期待的是看到你真人物 要有一个表率 要有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 一方面是严谨的科学的论据跟事实 二方面也是我们要排除 民进党透过总统不理性 以及用爱发电脑残事的论述 所以淑慧 我想我跟一般人一样 我对于永和或反和 我没有一定死不可以改的立场 只要哪一个发电方法 可以提供我干净稳定的能源 可是政治人物并不是这样子 政治人物他不只是反对 他要告诉我们 好 我反对核能发电 那我的电力缺口我要怎么补 我再生能源是不是能够补起来 我是不是先能够等 再生能源起来以后 再把核能给慢慢地减少 政治人物不是光返就可以 刚刚这边列举的这几个 大的政治人物里面 苏贞昌选过大位 朱立伦选过大位 赖金德即将要选大位 所以他们不可以以一个狭小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在这个城市 我只以我这个城市的本位主义 去讲他的能源政策 他们要考虑的是全国的能源政策 譬如说朱市长 他在2016年他提出的能源政策里面 坦白说我现在从现在理性去看 他也没有解决核能 非核家园以后的电力缺口 这是一个未来不管哪一个政治人物 他要选大位 他提出一个全国能源政策的时候 他必须要讲的道理 再来这些反核的政治人物 他是不是真的是把他当作理念 当作信仰在反核呢 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是苏贞昌 苏贞昌在2014年的4月15左右 他就宣布放弃跟蔡英文 竞选党主席这个宣誓 但是他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 所以他当时借着反核这件事情 他去找了郝龙斌 他去找了朱立伦 去谈核事的怎么处理 来了以后记者都在外面 那时候我刚好在市长市 所以我有参与 然后苏贞昌说我们先闭门会议 我们先聊一聊彼此对于合适的立场 闭门以后聊什么 闲聊瞎扯淡 这种事情是可以这么的轻忽 这么的游戏的方式吗 所以那一次就让我非常 在旁观者一个工作人员 我就非常怀疑我们苏贞昌 对于反核的信仰跟理念 好了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看到民进党陆续的重启核电 现在大处大家都在寻人启示 我们这些反核的林毅雄 我们这些反核的苏贞昌大将 人在哪里 没有啊 苏贞昌现在在家里烦恼的 并不是核能要不要重启 而是他到底该不该选新北市 这款直升机是好的直升机 它的运输的功能非常的强 然后它的救灾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连美国总统都有黑鹰直升机 当它的空军一样 新闻换日线千惠化重点 在过年前发生这样的事真的很遗憾 就在昨天深夜黑鹰直升机到蓝雨后送病患 起飞之后三分钟失联 一共六个人下落不明 那么失事的是最新型的黑鹰UH60编号NA拐动6 失事的这一架去刚好就是我们军事主播徐浦 日前他所采访拍摄的同一架黑鹰直升机 好那么空情总队 我们知道目前总共有五架的黑鹰投入救援行动 可以说是充分满足台湾的这个2000多公尺的高山 和夜间海上搜救等等的需求 那么其中它最强的特色 当然就是夜间救难功能 它马力大功能强 一架造价10亿台币 再加上这个人员的训练 还有设备投资油料零件耗材 光是出一趟任务就上看25万元 但时不时会被当成空中小黄来滥用 位于台中清泉缸的二大三队 机棚外的背勤机 停放的正是首批剥胶 红白涂装的黑鹰 还留有军用色彩 像这个就是防弹的 刚刚你看这个机箱孔还在 为了压缩准备时间随时待命 全机例行检查 从机外一直到机内 中清总队目前有五架黑鹰实际投入了救援行动 每天上午像这样的背勤机检查 搜救人员要检查吊挂是否正常 另外正副驾驶所有的仪器都要保持在锐节的状态 一并有任务紧急出发 操控平台由传统指针改为全电脑控管的液晶面板 黑衣 马力大 功能强 一架造价近10亿台币 另外人员训练与设备投资 六年也编列了66.7亿 但这两项撇开不进 触略呼帅 光是油料与零件耗材 一趟飞行任务就上看25万 即使是海豚一趟也要16万 高昂的国家资源应该用在刀口上 却时不时传出被当成空中小黄 还免收一毛钱 别忘了这些救难英雄 在恶劣环境下执行任务 每分每秒 同样赌上的是自己的血肉之躯 黑鹰直升机又失事了 当然目前还在持续搜救当中 我们看到一共包括机上名单 六个人目前是下落不明的状况 那么说到了空情重大意外事故 从2003年到2016年分别有几次 包括在2003年的时候 当时失控罪毁在阿里山 当时在后送阿里山铁路车祸 所以有两个人罹难 2009年的时候莫拉克逢灾 当时也造成三个人罹难 2016年的时候也造成了三个人重伤 那么当时是在勘察这个易游污染 所以醉海的 好 那么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鹰直升机 就是这一UH60 它是来自美国 那么造价20亿非常高昂 那么同时可以载运15个人 那么包括是它这种总统的性能 还有它主要最强项就是夜间搜救的性能极佳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陆军所采购60架黑鹰的直升机 从09年之后这个是马英九总统 在莫拉克风灾之后 他拍板定案的 他从中拨了15架给空勤总队 主要加入了这个救援行列 所以我们看到 当然电影这个黑鹰计划当中 很多人也看过了 发现这个黑鹰直升机 真的是赫赫有名大有来头 而且造价不菲 所以关于它的这个战争故事 也非常的精彩 但是当时台湾的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就一波三折了 其实这个部分要请委员 来好好为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黑鹰 当然我们一直想给美国买 现在全世界到20几个国家 大概美国买最多 日本买也不少 土耳其也买得比我们多 南韩也比我们买得多 但是我们60架 还算是不少的这样的国家 那美国当然 你说卖这个直升机 我们当时给它买的时候 很多国家其实当时还没有买 那美国要不要卖给我们 当然它要根据它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第一个 它也没有办法满足它自己的需求 它大概买了2000架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采购会不会对 美国跟中共的关系 会不会有所冲击 大家最主要考量是这样 所以你说 有什么很大的波折 其实是没有 因为这款的直升机 是好的直升机 它的运输的这样的功能 非常的强 然后它的救灾的能力 也非常的强 连美国总统都有 有黑鹰直升机 当它的空军一号 当它的这个座器来使用 在国内比较短的旅途 行程的时候 它就用黑鹰的直升机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不错一个直升机 但是你说它很敏感 当然没有 原来美国的这个黑鹰直升机 上面甚至有反舰的飞弹 还有其他的 像地狱火这些等等 那卖给我们的时候 大概就只有两艇机枪 然后后来我们大概 准备要加装这个 用电力的那种旋转机枪 一分钟可以打大概 1000发到2000发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一个 是个很不错的直升机 但是不是一个 很敏感的直升机 大概是我们自己内部 有所辩论 我们该不该买 这么多直升机 这个大概是 其中的一个因素 你说美国人说 这个很敏感 说不愿卖给我们 这个倒是没有 并没有那样的复杂 可是问题是你看 一架这个造价 里里扣扣加起来 20亿嘛 真的是所废不知 但是很多时候 也发现这个资源 有没有被滥用 比如说你明是 勞斯莱斯等级的 结果搞到后来 你现在这个 变成空中小黄了 对不对 有时候搭乘的是谁 是那种失联登山客 当然我们说怎么样 也是人命关天 可是这个在天平的两端上面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竞平 主要就是说 我们会买黑影直升机 因为UH1 HR过去发生太多事故 也是很多年老旧了 所以在这个马政府的时候 就编列了 847亿元的这个预算 然后买了60架的 这个黑影直升机 把60架都是要 全部给陆军使用 没有想到进来了之后呢 先是马前总统 他给这个 内政部空气总统用15架 然后后来国防部长 这个冯世宽上任之后呢 又再把15架 拨给了这个空军 结果弄了半天 陆军自己呢 也剩下30架而已 那现在其实 目前还剩28架 还没从美国进来 大概要到2020年 这个全案才算完成 那现在空警总队 目前也只有 大概9架左右 那其他的26架 都在这个 陆军的六栋梁旅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 突击作案队 黑影直升机之所以 会声明大噪 它是一个双涡轮轴发动机 的一个单螺旋桨直升机 它的这个分析的 这个高度升线 可以从传统UH1H 是7000英尺 提高到14000英尺 也就是大概你看 可以到 一两千公尺这样的 一个这个高的海拔高度 在台湾的多山的地区 它是一个很强大的 这个救援救灾的能力 所以它是被定位为 一个运输跟这个救援 还有攻击多用途的 一个中型直升机 多马利亚那个东西 任何直升机器 都很难触过 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因为那种类似像巷战 两边有建筑物 你直升机在那样一个 都市里面 在这个巷子里面 要打这个仗 你就很容易就被人家打下来 从以前我们常看到 那个蓝色的那个海鸥直升机 S拐动机 它的一个这个改装改而来 所以你就看到 UH60M的 它的一个黑鹰直升机 最声明大噪是 以前那个当时 有一部电影叫黑鹰计划 2000年 2003年上映的 当时这个还获得 奥斯卡的这个金像奖 最佳剪辑 那是改编至美国的这个作家 马克·包登 他1999年所写的一个这个小说 那也是根据他的一个史实 是1993年的索马利亚的 这个摩加迪修之战 当时在摩加迪修之战 他们本来是美军 派三角洲部队 跟这个他们的一个特种部队 搭乘黑鹰直升机 要去逮捕了这个 当时的这个索马利亚的军阀 叫埃迪德 那抓到埃迪德之后 把他给这个用 这个汉马车运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在过程当中 黑鹰直升机在空中护航 然后这个 他的一个这个 那个看马车就在地面上跑 结果遭到了索马利亚的 数以千计的民兵 已经暗中埋伏在那边 伏击美军 然后拿着这个RPG-7的这个火箭弹 砰 把那个黑鹰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枪 击中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电影 那个很精彩的画面 后来也不断的这个预告 就这样 撞毁在那个旁边的民宅 然后那一部画面震撼了美军 也震撼了整个美国政坛 要不然这个黑鹰直升机 就如同预防委员所讲的 他在战场上的运输 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算是美军 他也很多的这个三角洲部队 游击兵部队 就刚刚如如同当年 930的某家迪修之战一样 或者是海豹部队 他们都会搭乘黑鹰直升机 做一个这个转场运输 做一个战术人员运送 就如同他们当年要去这个 刺杀兵拉登的时候 也都是利用这一架 所以你说是不是黑鹰 适合是完全投入战斗作战 而是救援海鸥就够了 它是运输 因为它的运输量很大 而它吊挂的能力很强 可是像索马利亚那个东西 任何直升机去都很难存在 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因为那种类似像巷站 两边有建筑物 你直升机在那一个都市里面 在这个巷子里面要打这个仗 你就很容易就被人家打下来 因为它的那个机杖 可以载15个人 如果全部有张的机材